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旋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Philip的首款QD OLED电竞显示器 34M2C8600 这个型号实在太长了 自从Philip的型号改版以后 它是越来越长了 我们希望它能够优化一下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我们先从它的包装开始来看起 正面左上角应有F02的logo 底部有一条参数标识 QD OLED DisplayHDR400 2Black认证 99%的DCI-P3色域 流光溢彩 Type-C接口和0.1毫秒的响应 打开它的包装 配件包含了一个底座 一个支架 一个壁挂转接板 一条电源线 一条DP线 一条HDMI线 一条Type-C线 和一份说明书保修卡 值得留意的是 它所有的线材都是白色的 和机身的颜色保持了一致的风格 这是值得好评的 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里上面工具安装的螺丝 支架载卡紧面板本体 就算安装成功了 整体的安装便利性也是值得好评的 外观方面 8600正面采用了三边微边框的设计 底边左侧有F02的logo 右侧有一个电源指示灯和菲利普的标识 底座采用了V型的设计 表面做的类似于大理石的纹路 背面采用了立体多面的网格设计 并且设计了18颗氛围灯 在正底边位置还设有10颗氛围灯 总计28颗 氛围灯的亮度很高 可以直接照射墙壁或桌面 并且支持画面同步 支架方面 它支持升降和中心轴的旋转 由于是待遇屏的缘故 它不支持左右的垂直旋转 整体的调试阻力感还算不错 接口方面 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DP接口 一个Type-C接口 两个HDMI接口 一个3.5mm的音频接口 一个USB上行接口 和4个USB下行接口 整体从外观颜值来看 菲利普子品牌带来的全新外观设计 是值得称赞的 接着我们来把它点亮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开机 屏幕中央会出现菲利普的logo 然后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开机以后的第一转感受 它整体的观感是很通透的 色彩也很艳丽 通过仪器的测色 它达到了148%的SRGB的容积 PPI为109 实际的字体显示和图标清晰度 表现是一般的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的指向素排列方式 与我们之前测试的三星OLED G8 外星AW3423DW是相同的 并不是标准的RGB垂直条状排列 而是三角形的排列 这也是这三款机器 在近距离观看字体的时候 容易出现毛刺和彩片的主要原因 因此它并不是设计办公的理想选择 可是角度方面 肉眼观测非常出色 同时我们使用四角成像仪测试 生成四角雷达图 以中心为锚点 向外扩散50度 角度对比都没有出现明显的衰减 表现极其出色 在50度到70度的黄绿相间区域 依然可以达到中心锚点的50%以上的对比度 表现依然是很出色的 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成绩的概念不是很清晰 我们使用传统的IPS雷达图和3D曲面图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雷达图的红色部分可以理解为最佳视角 黄色为优秀 绿色则理解为可用状态 可以明显看出它们的四角性能差异是巨大的 Ossi菜单方面 它采用了全新的设计 颜值好看了不少 但遗憾的是 图标清晰度 按键操作逻辑 菜单焊化程度 都有着比较大的优化空间 我们再来看一下亮度 在SDR状态下 8600没有ABL机制 也就是说它在各ABL状态下的亮度都是很定的 屏幕出厂的默认渗温6515K 菜单中的渗温选项 还提供了从5000K到11500K的调节 色域空间方面 它默认的是P3色域 菜单中还提供了SRGB模式的开关 在默认的P3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为99.2% 平均则值1.7% 最大色域4.11% 偏差较大的部分 主要出现在纯红和纯绿 SRGB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为98.5% 平均则值1.1% 最大色域5.39% 偏差较大的主要是蓝色和红色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删成3D ISO图像 8600的全屏亮度 基本维持在统一的水平线 最大差值也不超过5尼特 色温均匀度方面 屏幕的四周略微偏冷 色温在6535K到6694K之间浮动 整体的色温均匀度表现极其出色 以国标25公格方法测试 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2.5% 表现极其出色 切换到全屏黑场 由于OLED的特性 屏幕是处于不发光的状态 但和OLED G8一样 黑场下因为屏幕的材质问题 它会呈现出略微发挥的现象 我们测试了它不同环境光照度下的 对比度数据 如图 整体的曲线和OLED G8基本是相同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它各接口的带宽 射深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是1.4A的规格 连接PC最高可以达到 3440×1440 175Hz 10bit全范围输入 HDMI接口是2.0的规格 也就是18G的带宽 连接PC之后 只能支持3440×1440 100Hz 8bit的全范围输入 连接Xbox Series X之后 它可以支持4K映射 支持1080P 120Hz和HDR10 但不支持4K 120Hz 杜比世界和24Hz的电影内容 连接PS5 它可以支持到4K映射 但不支持2K输入 因此 在开启高阵率模式之后 它只能支持1080P 120Hz 使用MacBook Pro 16连接 在HDMI的直连下 它可以支持3440×1440 100Hz的刷新率 支持HDR 不支持High DPI 使用Type-C直连 可以支持3440×1440 48Hz到175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SDR 同样不支持High DPI 另外 Type-C接口还能支持PD 3.0的供电协议 最高可以支持20V 4.5A 也就是90W的供电 输入延迟方面 在1080P 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5毫秒 4K 6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14毫秒 平散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了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调节亮度都不会改变波形的占空比 但由于OLED的特性 它都存在着跟随刷新率的平散 在常规250L的亮度下 平散波动深度为8.79 同时 我们测试它各白点亮度下的SVM值 整体的曲线和OLED G8是类似的 在数值上甚至要好于OLED G8 并且可以手动调节比G8更低的白点亮度 实测 10L下的SVM值最高为0.2 远小于1 属于是肉眼无法察觉的范围 白点光谱测试方面 通过仪器的测试 它的三色波峰非常纯净 属于是亮子点QD OLED的特性 蓝光波峰在454纳米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1.04% 属于是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HDR性能方面 它通过了Visa的Display HDR400 2Black的认证 由于OLED的特性 它具备像素级的控光 因此它理论上拥有495万个分区控制 HDR亮度方面分为两种情况 在菜单中 有游戏 电影 生动和2Black400四个模式 其中 HDR游戏 电影 生动模式的 各APL状态下的表现是基本相同的 在1%的窗口下 它能达到最高的946L的峰值亮度 从3%到10% 亮度会快速下滑 来到400L左右 接着会缓慢持续的下降 直到全屏亮度下降到234L 但HDR400 2Black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在1%到10%的APL窗口下 峰值亮度没有明显的变化 均在400L以上 从10%到100% 亮度变化曲线和前三个模式类似 但全屏亮度会稍微高一点 接近250L EOTF曲线调教方面 HDR游戏 电影 生动模式表现基本相同 在60%以下的灰阶 它们的EOTF曲线明显高于PQ曲线 这样的调教虽然可以提亮暗部的画面 但会导致画面发挥 缺少细节 到了60%以上的灰阶 它使用了滚降的方式保留亮部画面细节 但一定程度降低了画面的实景亮度 Tuber Black 400模式 则更贴近于PQ曲线 没有做明显的暗部提亮处理 整体的亮度会比前三者更低一些 HDR实景方面 我们从松下的UB9000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行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射度计生成尾色图 HDR游戏模式下的太阳核心亮度最高 为444L 其次是HDR电影模式 429L HDR生动模式为423L Tuber Black最低385L 在海王手链桶高光场景下 HDR游戏模式下能达到645L 电影模式644L 生动模式653L 虽然相比于太阳场景下的峰值高了不少 但如果对比同面板的OLEDG8 在同场景下 它的峰值亮度可以达到900L以上 因此Phillip6800的调校和优化 还是有一定空间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岩浆流动的画面中 它的色彩还原表现是一般的 红色会出现过饱和的现象 暗部细节也表现得糟糕 给人一种画面失真的感觉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它的射击过度没有问题 但当将画面调节到银河星空场景下 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色阶断层现象 优化的空间是很大的 HDR游戏体验方面 它的高光细节表现不错 但画面的观感亮度不高 并且游戏的暗部细节表现一般 总体来看 Phillip8600的HDR表现 是低于我们的预期的 实景亮度不高 暗部细节表现糟糕 并且出现断层的现象 没有发挥出QD OLED真正的实力 PC游戏体验方面 它搭载了一块三星的QD OLED面板 原生可以支持175Hz的刷新率 通过实际的测试 在175Hz的状态下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响应速度方面 实际用仪器测试 灰阶速度达到了0.36毫秒 平均过冲2.24% 肉眼看不到明显的 拖影和鬼影现象 属于是非常优秀的水平 在游戏功能性方面 它内置了一种准心模式 但有趣的是 这个准心可以根据 画面的颜色变化而变化颜色 暗部平衡功能 它有三级调节 调制最大 暗部提升明显 但部分场景会出现 细节丢失的情况 体验的最后 8600内置了双8瓦的养声器 我们一起来填一下它的音质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防烧屏机制 它内置了屏幕保护 像素移动和像素刷新三种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 QDOLED和纵向都多预留了16颗像素 用于像素位移 之前的WOLED都没有为像素位移 多预留像素点 因此WOLED是存在着画面裁切的现象 但我给大家提前透露一下 最新的27寸WOLED改善了这点 提供的预留的像素点 用于像素位移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天天榜的表现 拆开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8600的内部结构 首先映入眼镜的是硕大的屏蔽罩 在屏蔽罩的上方 有一对扬声器 规格为8瓦 屏蔽罩下方 有一块面积不小的电源板和驱动板 中间还有一个涡轮散热风扇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驱动板 主控芯片是锐域的RTD2738 这块芯片虽然比较新 但从目前来看 它并不支持HDMI 2.1 F2L的协议 靠近Type-C接口位置 有一枚百利通芯片 用于实现DP-OUT和USB 3.2的功能 USB HUB连接 则有一颗微盛的VL817-Q7实现 并且通过VL211和VL103实现 USB 3.0的下行功能 灯带接口位置 有一枚EN1的灯控芯片 用于实现显示器氛围灯的功能 T-COM方面 它的逻辑主控是三星自家定制的芯片 旁边还有一枚LPDDR4的内存颗粒 容量为512兆 另一边还有一颗4GB的EMMC闪存芯片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面板部分 面板左侧有它的面板贴纸 型号为QMB240CD01 在左下角还有Made in Korea的字样 这意味着它是韩国原产进口面板 整体从拆机的部分来看 它的做工和用料都是非常出色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Philip 8600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齐 通过精准的三色坐标计算 它达到了148%的SGB的容积 色域天体榜排名第21名 表现优秀 SDR亮度方面 实测它的最大亮度为257L 亮度天体榜排名第120名 静态对比度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理论上它是无线对比度 因此它并列第一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不同环境光照度下 它的离屏对比度变化是较大的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四角移的测试 在偏移70度的角度下 它依然拥有很高的四角对比度 整体的可视角度的性能是非常出色的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格的白点测试下 它的最大差值为2.36% 均匀度天体榜排名第一名 表现非常出色 SDR单独测试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峰值亮度 最高为946L SDR亮度天体榜排名第15名 但它的全屏亮度只有240L左右 并且实际亮度也是偏低的 SDR静态对比度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理论上它用无限的对比度 对比度天体榜排名第一名 分区背光方面 OLED像素级的控光 因此它拥有495万个分区控制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重点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试 它的灰接响应速度 达到了惊人的0.36毫秒 响应速度天体榜排名第5名 表现非常出色 按照惯例 我们先来对它进行一个优缺点的总结 我们先从它的优点开始来讲起 1.优秀的外观设计 28颗高亮氛围灯 全新的OS系菜单界面 颜值是不错的 2.搭载三星原厂进口OLED面板 常规色彩表现不错 拥有175Hz的刷新率 微妙级的响应速度 整体的游戏体验出色 3.实际测量 可视角度极其出色 亮度和色温均匀度也是极端的出色 4.机身接口配置算丰富 拥有90W的Type-C供点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缺点 1.HDR调校糟糕 实际亮度偏低 暗部细节丢失 色彩失真 2.HDMI接口没有F2L协议 实际只有18G的带宽 3.SRGB和P3色域覆盖和色准都表现的较差 4.由于QD OLED的品质型的像素排列 字体的清晰度表现是一般的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菲利普34M2的 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都帮我们点赞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